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英国媒体4月23号报道 政府最快将于本周末发布抗击新冠疫情的最新规定 要求人们在公共场合任何时候都必须戴口罩 据悉戴口罩的新规定不会采取强制措施执行 也不会形成法律条款 只是要求全体居民自愿执行 同时居民戴的口罩可以是家庭自制或者是一块围巾 新规定将继续鼓励将医用口罩留给前线抗疫的医护人员 健康卫生专家翠西·格林霍尔 当天在英国皇家药物协会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 如果80%到90%的居民都戴口罩 可能有助于消灭新冠病毒 有官员向媒体表示 人们必须清楚一点 戴口罩并不是要取消宅家令 据报道 英国政府首席义务官克里斯·威迪 在4月22号首相府举行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尽管政府将于5月7号重新评估目前的封锁令 但社交隔离措施可能在今年年内不会撤销 除非已经研发出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 和马丹甸故障层的疫苗行家 和马丹甸相袁来自民正在中国冠病毒的汲物